邱orar越ский 這邊各位提醒一下 我們做分析的時候 如果大家看到有兩個Loop 要 followed under loop 現在我們來用的是把這個 wants to create a complete detail 把thisа naval 歸成一類 把这个归成一类 所以把这个乘这个变成我新的分析的方式 弄清楚一下我们现在习惯的方式就是 有个feedback feedback回来 那gh open loop open loop是gh 我们习惯上是这样 所以L一般是用gh来算 碰到像这种有inner loop 还有outer loop 你可以把这个看成一组就好了 这个inner loop 这个先要算它的close loop transfer方式 这一题它用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可以看到这个特别的例子 那这个特别例子 其实我以前有请各位去算过一个 我请各位算过如果是长这样 它有鲁洛克斯是这样 这边会有几个这种特殊的点 这个我们都交代过 那讲义上面它的nyquist 我们也说过 它nyquist大概像这样的情况 这个上课都说过了 那这一点的值 刚好k是在ab的a加b的地方 这个频率是在根号ab的地方 那这一题啊 就是现在坦克车这个例子 12是吧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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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6 这样对吧 所以你看那以这个来说 是不是1乘2乘3 刚好是不是只是6 也就是这个 这个在t2quist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 J根号2的意思 从loulocus来看 再说一遍 loulocus是k在变 对不对 那从loulocus上 你看不到频率响应 我再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 你去看讲义就好了 你可能忘记这张图 这里是k除以ab的a加b 你去对照一下 我忘记在第几页了 我们讲那个三阶的时候 有画过这样一张图 我先用general 后来我记得用数字去代码 一个2一个10 这个数字去代进去 你自己就去拍一下内页 然后这一点跟十轴交点的这个频率是根号ab 再说一下这个频率这样子 Omega无穷搭在这里 然后一路走走走走走 走到Omega的根号ab的时候 跑到这一点 Omega趋近于0的时候 跑到这里来 这是一条渐进线 这一点的k值是这个值 我要整理一遍 请你把两个对在一起 这边这个我画给各位看 这k approach to infinity 这边这个是这样 这一点是根号ab 一般我们复义放在这边 这样才stable 这是Omega趋近无穷大的 这个是频率 频率点这个 多应的点这边是k的ab的a加b 所以我发挥的想象力 我在做根轨迹图的时候是k在变 所以这个paw是不是不同的k 我paw会不同的一直走 paw会走 这是paw在走 paw在走 看Nyquist都看不到paw在哪里 Nyquist都看不到频率在哪里 所以当这个k在变的时候 这个走的东西是closed rule的paw在走 各位看 当我k在变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轨迹也会跟着变 我这一点交集是不是k的ab的a加b k如果很小 比如k等于 举个例子 这是不是k等于0 这个是k等于0 刚开始的时候 应该在这里 应该在这里 所以如果k是一点点大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曲线看得像这样子而已 k如果再大的话 是不是这个曲线跟着变 每固定一个k 是不是就画出一条曲线出来 但这里每固定一个k 是不是得到三个paw的值而已 这三个paw是closed loop的paw 这样对吧 那你说那这里为什么会得到一个曲线 因为这是Omega在变 所以当你固定了某个k 是不是这个系统就被固定住了 系统固定住了 系统固定住了 是不是可以画出频率强硬 只是Nyquist看不到频率强硬而已 对吧 但Nyquist可以看到paw的相对位置 Nyquist看不到 对吧 但Nyquist可以看到频率响应 所以这两个你必须同时要学 虽然它们两个都可以解决stability的问题 但是它跟的位置 是让你连title domain都有 这个title domain你看不到 这就有frequency domain而已 所以当我这里k 不一样的k的时候 这里是跟着走 但这个曲线是跟着飘 所以是不是k越来越大 k越来越大 是不是这个越往这边走 走到这一点是k等于ab的a加b 刚好这一点跨过去的频率是在这里 你用Lutz-Hurris就可以做出来了 我这边讲的就是你要把这两个连在一起 这样你才有学到 每一个章节都是linearly dependent 不是independent 所以你看当我k慢慢增加之后 这曲线就慢慢跟着往我这边飘 飘飘飘到哪里 这可以说k等于ab的a加b 所以当我k等于ab的a加b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曲线变成这样子 刚好跨过-1这一点 像我刚刚如果这条曲线 -1在底面 我们以前写的-1都是在里面或者在外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进转的角度 我们从来没有说参考点是在那个曲线上头的 参考点在曲线上头我们就傻眼了 我们看不清楚它到底有几度 参考如果你刚好跨过这个参考点 代表它是一个spatial case 这个spatial case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呢 我上次有谈了一下 那我这边再讲一遍 以这个来说 是不是当我k等于这个值的时候 跨过这两点 这两点Pol所在的位置 是代表系统进入marginally stable的情况 它有两个共振的频率在更好ab的地方 那我们看这 如果这个k等于ab的 是不是相当于nycrid 刚好经过-1这一点 nycrid经过-1这一点 是不是代表 但这个omega没变 这里不管哪一个k 不管哪一个k 对应的这个角 切十头的频率都叫做更好ab 所以会过这一点的时候 是不是刚好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的k 是不是满足这个条件 在频率等于这个的时候 频率等于这个的时候 等于-1 这个点的解读是这样可以吧 那这是不是告诉我 是1加l的g 根号ab等于0 这个是不是characteristic equation 所以这会告诉我 我有个根 叫做s等于g根号ab的 是不是 这个是我的其中一个根 这样的解读跟这个解读 是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closed loop有个根 叫做在g根号ab的地方 就像那s等于gOmega Omega就是这个值 那lulocus看到是不是也是这个值 频率值是一样的值 这两个要得到同样的值 不得到不同的值 那你就事情大调了 所以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lulocus 如果跨过这个边界的时候 Nyquist就会通过-1的这一点 如果有很多同学 第一次听到这个 第一个先傻眼 后来发觉OK 然后回去想一想一想一想 不对劲 假设经过-1 这一点是根号ab 好了 目前这个例子 应该是根号2 那很明显 往这边是越来越小 比如Omega等于1 在这里 这个可能是Omega等于2 我现在话题图来是这样 那Lg1等于多少 都很怕你告诉我这等于-1 那Lg2 我也怕你也告诉我 也等于-1 那就变成这条线 全部都等于-1的意思 不可能吧 等于-1就这个点而已 这个时候才是-1 2都不知道 因为我没给你值 这值在这里 长度是长度 角度是这个角度 不一样 现在是刚好这个 这一点是Omega等于 在根号2的时候 比如-1 -1是不是刚好我应该这样画过去 这样 长度是不是以角度180度 大概就-1 但是这个并不是 Omega等于1 也说并不是 因为这个图看起来 应该是这样的图 它是刚好在根号2的时候 这个值等于1 然后角度 角度刚好在根号2的时候 这一点还要得到-180度 这里有一个1 这里有一个-1 这是Magnitude 这是橡胶 这是Body part 那画成这个 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那这一路下降是这样 没问题吧 这个长度是一路下降 因为这Omega无穷大 这是零 所以你要倒过来看 对不对 所以长度月 从很长很长到 最后变得没有办法 角度是从这里开始 从-90度到-180度 然后再拉过来 这个应该270进去 所以它应该是这样 它刚开始是270 180 这个是-270 这个在-90度 我会跨过这一点的 这个是180度 当我画出这张图出来 当我画出这张图出来 你脑袋要浮现的是 如何把Nyquist 变成Body part Body part 怎么变成Nyquist 因为这两个都讲频率响应 那Body part Nyquist 没办法直接画出Locus 因为这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但它们有connection 所以你要 关键要记得说 到底变动的时候 是哪一个参数在变 我一直跟你强调说 Locus是K在变 你变动的那个轨迹是 Close loop pole的轨迹 Nyquist 是Omega在变 但我每一条曲线上面 K都是被有fix住的 Kfix住在Locus 里面就是固定的 某一些Close loop 已经固定在那里 固定的这几个 它多应地把频率响应告诉你 直接画出来给你 这个是你要注意的事项 讲了这么多 回到这里来 跟我这个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里刚好同于6 所以代表说这个系统 一定有pull在 G更号2的地方 现在应该是G1乘以 G1乘上这个Close loop 这个M1一定有 刚好在G omega 2上面的点 G omega 2上面的频率 就是更号2的意思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说明 所以这个做起来 这个L就是刚刚我所谓的G1乘上M 乘起来变成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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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名思义 你看到这里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s²加2 s加3 这样把它组织出来 这里是因式分解 这个s加10是G1的pull open loop的pull m是里面inner loop inner loop变成close loop 变成out loop的open loop open loop的pull open loop的pull 是长这个样子 那这很没有 刚刚已经分析过了 它会有在G更号2的地方会有值 这边的pull 一定s²加2 s加3 你把它展开来 这个把它展开来 就变成这个值出来了 弄了半天就是跟你讲说 当我原来系统 有pull在G omega 2上面 没什么太特别 这个画起来是这样 就这有两个pull在这里 G更号2 -G更号2 还有一个pull在-10 还有一个0在这里 还有一个-3 我弄了一个-3 有4个pull 它就相当于这样子 那这时候k等于100 k是固定在 这个就相当于k 如果这个叫你就画 判断LG omega 对不对 LS变成LG omega 你就大错特错了 所以判断stability 还是Locas比较好用 你就这样 这样的case k大于0 会不会stable 这个是-0.1 我们画在这里好了 来 静音线看起来应该在这里了 -10了对不对 把他复武见大 再来 G到0 接着呢 你觉得这样走还是这样走 先进到这边来 再过去一下 是吧 先降 所以看起来 所以如果是这样 代表说 k应该在某个值范围内 是stable 然后再搭到某个值变unstable 如果是这条路 就可以从头到尾都unstable 再来就算嘛 比如你angle departure 也可以啦 或是真的算它的stability 也是可以的 反正你有工具可以做的 这一点难不倒你 但是你可以知道说 过一段时间一定unstable 因为你的pole太多了 所以一般告诉你 系统如果pole太多 就unstable 如果这一题 那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把它变成stable 这样好吗 这样是变成一个zero 就不太好吧 这样它也太孤单了一点 我们会有 这种题目让各位想一想 怎么样让它stable 反正不会unique 底下也不需要unique 那你说说看 你怎么让它stable 你马上要想那个 pole zero cancellation 现在会作怪的问题 都在于什么 pole太多 这样拉哪里 你会加左边还加右边 你会加左边还加右边 Zero尽量是加左边 对不对 因为Zero会把pole吸过来 你把它放到右边 你会表示什么 一定有一段时间后 你就不要放弃这个系统了 所以一般来讲 你不会放这里 这个理由很充足 因为到时候 人家会问你为什么 你不要只听到说 听到我嘴巴一句 pole要放在左边边 为什么 然后就给我大言 邓小言 不行 你慢慢地要从使用者变成设计者 所以你要讲得出道理出来 假设你们最简单 要摆一个Zero 你想摆哪里 没有一定的答案 你要随便你啊 我只要你脑袋里面的东西就好了 你想摆哪里 再说一遍 设计是个艺术 没有一定的答案 你讲的只要能够解决我的目的 stable 就算做对了 Zero摆哪里 摆在负一是吧 负一就摆这里 摆这里 摆这里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我先问你 既然要加Zero Zero可不可以加在很远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你摆那边 建筑界要往这边 你一定会unstable 所以有感觉了 对不对 所以Zero不能摆太远 Zero又不能摆右边 所以你大概直觉会希望摆在 这是负十吧 你大概会希望摆在这附近吧 那你想摆哪里 圆点啊 放在圆点啊 这么酷啊 放在圆点不太好吧 没关系它随便你 摆圆点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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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一点脑筋想 其实真的对各位是有帮助的 如果放 这个话太过去了 负三负四 如果摆圆点会怎么样 摆圆点就会变成 No Yes No Yes No 然后坚定线应该是 坚定线大概差不多在这个地方 所以将会变成 可能是这两个到这里来 这两个会变成这样 对不对 还是你们认为会有这两个进来 然后碰到它不喜欢 不爽 这两个往这边走这样 到底走哪里 我认为你应该会 因为你手头有很多工具 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 摆这里 看来是有机会变得stable 对不对 不是一个坏的想法 我不能讲说你一定错 Zero摆这里物理意义是什么 Zero摆这里相当于分母有一个S 这个S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这里摆一个Zero 对不对 对这个Open Loop来讲 因为这个圈圈叉叉都是Open Loop 对不对 对这个Open Loop来讲 我如果送一个step进去 Output会变成什么 我先假设一下 以这个Open Loop来讲 我这Open Loop系统 如果Pose Zero长这个样子 我现在送一个step进去 Output变成什么 0 因为这里有这个 基本上是对一半 你必须说这个等于0 好不好 因为它会有站态 它的Steady City会等于0 所以如果你在系统设定上 把一个Zero在原点 你的目的就是要把DC挡掉的意思 这一题如果我来弄的话 我大概会放到这里 你们刚刚讲过了 我大概会做一个 把这个拿掉 会变得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拿掉的话 大概一定是这样子走 这个顶多是这样子而已 充其量就往下走 因为它有一个Zero 其实也没有在负金 这是根号2 对不对 这是-0.1 它可能看到一个Zero 这两个本来想要进来 但是可能这个会跑很快 所以它一定会跑掉 因为你cancel掉 三个Port 一个Zero 间接线是90度 所以一般会这样 会比较简单 你这个会稍微复杂 但如果你的目的 还要把DC挡掉的话 是可以摆在这里 没有问题 但这是Open Loop 不是Close Loop 那Close Loop 我再说一句 刚刚我这个东西是L 对不对 那Close Loop 是不是这样子 我当然讲是Unity Feedback Close Loop 是这样子 就是你设计 你有一个Zero在圆点 我送DC进去 这样会怎么样 如果你把一个Zero 摆在圆点 Close Loop会怎么样 Open Loop 你已经知道 它的Steady State 会变成0了 Close Loop 还是0 就一样 这个J0带进去 J0 J0 一样 因为这方大背处就是0 所以它就是0 0被告诉我们Steady State 就Close Loop的Steady 最后也是描述不出来 所以你知道 把一个Pole在圆点 其实那个威力是很大的 会让你没有DC的东西出来 我们废话讲这么多的目的 就是跟你讲说 这里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在里头 那我们之前说过 如果有Pole 在Gelmecator上面 我们用511 Generalized 的Ninecraft Criterion 那上次那个例子 是四树杜角 还记得吧 现在这个例子 就没那么漂亮 这例子会变得多不好看 先给你看结果 这例子是这样的结果 它也是分两段 你看 Omega从0跑到 这个是更号2 2- 这边是更号2加才对 1.41就是更号2的意思 那我们上次那个图示 有个四树 这次这个角度不漂亮 多少度 可以知道了 但懒得算 这是刚刚给你看结果 这个来一步一步做 所以这个有Pole在这里 所以它是一路这样下来 然后再这样走 我是走这样的路径 所以这种无穷大走 这是更号2 所以这频率是更号2加 这里是频率是更号2- 事实上我只要做这个 这一段的频率跟这样 其实这个圈圈的 是不用管的 所以P Omega等于R 这样可以 P等于0 这应该都可以 那0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明显是Type0 0点是6分之1 这个没有问题 那无穷大的时候 无穷大应该是三个Pole 因为Pole跟0是差三个 所以270度 那长度呢 长度应该变成0 因为Pole比较多 长度会变成0 这一小段路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J更号加R1J5 那你说你为什么还算这个 我要给你看这个 复杂度在什么地方 这一小段路 你把它带进去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的角度 剪掉这个的角度 剪掉这个的角度 这样可以吗 那这角度你看我怎么弄 这一题你要花一点工夫去看一下 我放在这里 帮我一下 这是100 我这边特意写成这样 应该是S平方加2 对不对 还有一个S加3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小范围的时候 这是J更号2 这个小范围是不是 S等于J更号2加上R 所以那因为R很小 所以这个的角度 是因为是这个的角度 就剪掉这三个的角度 顾名思义 这个是0.1在这里 然后现在这个是在J更号2的地方 所以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角度 这个角度不太好算 但是就是某个角度 因为你会看到很漂亮的数字 都是在课本上面 在教室里面被保护住的环境 才有什么都45度角 人生哪有永远的45度 60度 什么37度 然后这回事情 所以这边就告诉我 有一个特殊式 你要必须说 那这个10 也是一个特殊角度 那这个带到这里来 这个一定是没问题 这个带进去就是90度 这个带进去就是phi角 这个带进去是几度 应该是J更号2加3 所以每个角度是不是都不太一样 其实我稍后再回来 所以你回到这里来看 所以是不是看到这个角度 对不对 这个角剪掉这个角剪掉这个角 90度跟phi 这个90度跟phi 是这样来的 这三个可以吗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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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吗 减90度-phi 那这几个角度应该多少 所以把这三个 变成某一个值 叫做θ θ 减掉90度-phi 这样可不可以 这个是这样 那当然 这个θ是算得出来 用按计算机就算得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绕这个圈圈 然后这个圈圈的话 我们先做第一个 第一个是从无穷大一直走到 走到根号2 你看它从刚开始几度 它是从无穷大开始走 从270度这边出来 270度这边出来 会走到某个角度去 如果说这个斜线叫做θ角 你看 这个为什么会逼近到θ角来 我如果定义这个叫做θ角 就刚刚算起来那个θ角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来看一下 以这个K材来说 如果你在这个半圈的时候 θ从2分之π到0 2分之π到0 是不是从这边转到这里来 那Omega是在这个范围 这时候这φ万万会跑到哪里去 我在说一下 这个如果是一个θ角 -94度-φ 它相当于这样子 你可以这样走过来 这个叫做θ角 那负1是在这边 负1你会看到什么东西 负1看到是不是 一个180 指在这个地方 然后转到哪里 转到这里来 这样总共转了几度 从这里转到这里来 我刚刚是这样 应该算180 转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角度看起来 因为是这样转 算这个角吧 这个角的话 应该是180-θ 但它方向是负的 所以应该θ-180 我再说一遍 刚刚说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这样 我现在在这一点的时候 这一点不是φ等于90度吗 φ等于90度带进去 所以它画起来就像这样的情况 一路往这边走 走到这个过程中 就会得到 刚刚讲的θ-180度 所以我这边沿着这条线走 就是因为 这里是θ-180度 好了 我再说一下这里 这里为什么θ-180度 因为这里 我从2分之π走到0 φ等于2分之π 走到0 就是因为 这里是θ-180度 反正在2分之π带进去的就是θ-180度 2分之π就是90度 再来这里 走这一段的时候 是0走到-2分之π 是不是应该从-2分之π带进去的 是不是变成一个-θ 所以从这里开始走 这一点 这一点是更好要负的 对不对 要从-θ这个角度开始走起 最后再走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你看它是这样走的 刚开始这里 一直走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角度就变成θ-180度 然后在这边来讲是从 你看刚是不是从-θ 对不对 你看它从这边开始 往下走 走走走走走到这个 6分之1的地方 Omega等于0 6分之1的地方 它的箭头是这样走进来 θ-多少 不知道 那之前我们会知道 之前因为知道 就45度 很漂亮 这边是刻意的把这几个 那其实你可以算 按计算器就知道多少度 因为我现在记不得是多少度 所以我当时刻意的把这三个 都叫做一个 叫做一个某个角度 那这角度多少 我跟你讲说真的不重要 不重要 我们前面的范例是这样 我们前面的范例 我记得是 就是刚好一个 接45度 一个 s加2 然后s是在 接2的地方 所以45度 你参考一下前面的例子就知道了 所以我说这个范例 麻烦你多做一下 它的Approach to 哪里 会Approach to 当这个角度的时候 Approach到θ-180 然后这个就从-θ这边开始走 这边开始走 走到最后是走到这个地方来 那对我要算那个phi11的时候 就是先算这一条走的角度多少 再算这一条走的角度多少 所以这样子 走这样应该走几度 对不对 方向是逆的 所以应该θ-180 所以这里phi11 这里phi11是θ-180 那这边呢 这边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走到这里 也是负的 这样走的-θ角度 你把两个加起来 走的应该走的-180度 就是复拍了 然后z剪掉 这个把它带进去 所以z就等于0 stable 刚k等100的时候是个stable的情况 所以这一题 你要去对照前面的这一题 简单讲刚刚那个θ就相当于这边 这个45度角 相当于这一条直线 我用这两个翻例告诉你 其实这个角度多少并不重要 它最后一定会被reduce成为180 或者是什么270 它一定是这个角度出来了 剩下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段 如果有delay的话 怎么判断stability 这是我们学Nikrys 最重要的一环 这个参数会related to 频率响应还有两个spec没有讲 但是这学期已经讲不到了 一个叫game margin 一个叫face margin margin就是还有多少容忍度的意思 就像各位常常的考验 把我设在那个margin的地方 就要发飙不发飙的那个状况 你要让我发飙很容易 你叫头 马上pull就出来了 我们要解决stability 那个time delay的问题 lulocus解决不了time delay 先说一下lulocus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各位大家好 一般lulocus怎么解决 就是这样的问题 这是我们一个delay 我们在lulocus的时候 是不是假设td等于0 你画lulocus 没有这一项的嘛 我们前面画nike 也没有这一项嘛 但适当系统上 会有这一项嘛 所以我想我们 如果想要解决这一项 怎么解决 lulocus束手无策 可不可以做 勉强可以做 做得很痛苦 有什么 lulocus要画做 要把open loop pull跟0都画出来 所以一般lulocus 怎么做呢 如果碰到delay的问题 在还没有time request 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用lulocus法的话 比如我简单的 s加1的1的-s 是不是t等1的case 对不对 你就把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不可以 把它用tile展开式展开 你记得哦 lulocus一定要分子跟分母 都是什么 多项式 我举个例子 1-s放到分母来 是不是变成1s 1s可不可以用tile方式展开 1加什么s加什么s平方 加什么s三方 可不可以 如果你取两项 取多项式嘛 取三项 取四项 随便你取嘛 所以你第一个马上碰到有 要取几项 不知道 s会越变越大 对不对 你要把后面取消掉 有点不对劲嘛 当s大的时候 应该是取消前面 不是取消后面 所以你会碰到这种 第一个 要多相式要取多少个 才恰当 不知道 那还有一个 有人做法是 把它变成 1加t1s加t2s 1加t3s加1t4s 用这样子 叫做blinearform 去approach它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近视值嘛 都不好玩 听不听 而且做出来东西也不一定对 因为都近视值而已 所以一直到Nyquist 才提出这个 彻底解决的方法出来 那Nyquist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一个观念是这样 你看 我们要做这一题的时候 如果是Td等于0的话 Td就没有这个 这个Nyquist 我们可以画 在这个例子 我看Td等于0是哪一个 在紫色的这一条 最里面这一条 假设Td等于0是这样 它是三接嘛 所以你习惯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没问题吧 第三项目 跑到第二项目 跨过去 如果我们假设Td等于0是这一条 可以吧 那再来我加Td了 加Td了 What happened 我们看看 What happened 所以这个分析方向 你有delayton 我把delayton独立出来 所以这L1 是不是没有delayton的情况 我L可不可以写成这样两项 那之前都可以用 是之前Td等于0 所以这就是以前的做法 但是如果Td不等于0的时候 我可以把写成这样 这个都可以吧 那看 Nyquist的不外乎就是magnitude 跟Face 先看它的magnitude 这个magnitude 诶 一样耶 你戴S等于Gω 频率响应 取决对值 是不是这两个一样 这物理意义 告诉我 你看这两个是同一个Omega 在同一个频率的时候 它们两个的magnitude 是一样的 有delay跟没delay 在magnitude是一样的 请问一下可以吗 第一个key point magnitude的一样 第二个 这个的角度 什么叫这个角度 应该是这个角度 加这个角度吧 这个角度 是不是就我们以前 学的那个没有delay的那个角度 就是Td等于0的这个角度 多一项出来 是不是多这一项出来 是多了负角出来 因为你大概假设Td就大于0吧 Td大于0 还叫delay Td如果小于0 不就是可以预测未来是什么样的吗 这个应该不存在真实世界里面吧 我们虽然有个系统叫做岁月 你现在是T是20岁 出来T等于50岁 这是往前 这比较delay了 但是 岁月这种东西 要经历过才算数完 你不可能从这里 顺便到这里来嘛 做不到嘛 你只能T等于50 有没有可以回到20岁那一年 T变20 来 我是不是多这个角度出来 这角度是不是复角 因为假设Td大于0 因为实际的状况 Td大于0 你只会看到delay 你只会看到delay 你只会看到过去 实际系统没办法去 因为未来只能预测 好 多了一个复角 多了复角是什么意思 你看 magnitude一样 向角多了一个角度 所以我们来看这张图会变成什么 刚开始是这张图 紫色的Td等于0 当我加delay 某个T 就某个T好了 你注意看我一个东西 在我这里画起来 你先看这三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画的不漂亮 所有Omega是0.3的 是不是代表同一个频率 它跟magnitude一样 所以代表什么 这三根长度是一样长的 先不要管第四根 所以说这三根 但是Td固定 不是 这不同的Td 那再来 是不是 这个角度没变 是不是多这个向角出来 这个向角是不是你Td越大 同一个频率 同一个频率 Omega不用Omega的0.3 Td越大 得到的向角就越多 向角是负角 对不对 负角的话它应该是 上飘还是往这边 以这个可以 它刚开始是这个角度 就是刚开始这个角度 你多了这个东西以后 这个角度是应该往这边走 还是往这边走 你要往上走吧 而且Td越大 上走的角度越多 所以我们会变得像这样的情况 我刚开始可能这样 那我可能要第二个曲线 这两个曲线在 这个如果都一样的时候 假设这是0.3 0.3 这两个magnitude是一样长的 但是这个角度就是我所谓的 phiL1的角度 对不对 那多出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是不是就是Omega t 这是Td等于0 这是某个Td好了 这是0.3 所以这个等于0.3td 所以这个等于0.3td 是我多出来的角度 所以这一题要判断stability 它观念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第一个magnitude 我可不可以介绍 只要频率一样 它的长度都必须要一样 但是向角会多一个 所以相当于把原来的这个曲线 这条线把它转上去的意思 那当然转到这里来不见得会这样子 因为转到这里也可能会绕过来 只是有可能 所以也可能 越后面有没有 越后面这个Omega td Omega越大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角度越来越大 角度越大 就绕过360度一直绕了 所以也有可能就弄到这边来这边 一直在那边绕 这都有可能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 你会多出 这个角度多出来就是Omega td的角度 那一般来 一般我习惯的角度都是进度 所以Omega td是以进度做单位 比如2分之拍 4分之拍 8分之拍 那如果是这样 那什么叫做stability stability 是不是你这个曲线 会碰到负一那一点 叫做marginally stable 是刚刚说的 会碰到负一 所以也就是说 你本来在这里 负一在这边 这系统看起来是stable的 但是你加上delay以后 它是不是就变成 是不是就有机会去碰到了 就对某一个td 是不是就会碰到了 所以这个td等于0 某一个td开始碰到 是不是就是 你最多delay 就只能delay这么多 因为你超过这个 又这系统就变成这样 就开始unstable了 所以说 我们要换delay delay造成的stability 用这个来做是非常好做的 所以要做这个 第一个就是你要去切负一 负一是否切过来 每个长度都要异 这里每个频率长度 是不是都要异 所以你怎么去算呢 所以第一步 这是实验看到的 这是实验看到的 我们看看它怎么做 来看我们怎么做 这一题 如果这个观念你可以接受的话 来 现在给我们一个系统 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这边是s s加s加 这边一个1 简单讲这1 然后现在问你什么问题 问你说这样的一个 这个系统 closed loop 因为如果open loop 就不用玩了 因为closed loop才有l 等于-1这件事情 这个系统 如果这样这个closed loop 可以允许最大的delay多少 让这系统还是可以stable 这时候如果open 就做不来了 所以来看这里 那我们知道 要unstable 一定要碰到-1这一点 这条虚线才是不稳定的曲线 现在目前稳定的曲线 是这个实线 现在实线像是没有delay的时候 那我要问自己 什么时候会碰到-1这一点 -1这一点长度是1 所以各位看 你要碰到这一点长度是1 所以是不是整个 我刚刚画过来 这一点长度也要是1 然后这一点你算出来的频率 跟这一点的频率是同一个值 这个的频率 是不是应该在更号2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一点不是应该更号了吗 这个特殊的例子 Omega不是开更号ab 所以这个你要 已经要变成你生活 不 最起码在这个学期里面 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kss加as加b Omega是更号ab k是ab的a加b marginally stable 所以这个可以叫6以内stable 6以外unstable 现在给你1吧 所以stable 我看到这东西 我看到很多东西 你可能看到就是数字而已 但后面有很多的意思在里头 不管它 所以重点是这样 刚刚不是第一个观念 你在转的过程中 长度都是一样的 只要频率一样 长度就一样 那我现在希望它切到这一点 切到这一点 这一点的频率是更号2 长度要1 所以我来看这里 那这边的做法是比较general的做法 就是给你个l1s 你应该算lgOmega 然后你第一步算这个长度等于1 我现在会知道是更号2 是因为我事先就已经算过了 我知道它的数值是多少 这个如果长度等于1的话 0.446它是什么就算 因为你就让你再带进去 去绝对值等于1 去硬算 很难算 对不对 所以一般你要电脑帮你忙 更号2是落点落在这里 长度是不是1 没有啦 我弄错了 再说 刚开始是这样 对不对 这是l1 l1这一点的確是更号2 但长度就 它长度并不是1 因为这是1的s s加1s加2 s带j更号2绝对值 我不知道这数字是多少 负1是在这里 你要乘上某个数字以后才会变成负1 所以我记错了 这是更号2而已 更号2是指这一点 但我现在是delay是用旋转的 我不是乘倍数 乘倍数就一路这样过去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是用旋转的都不是 所以我把它记成更号2 记错了 所以你现在第一步要做的是 这是1 所以你要去做的 先去算半径1的这一点 Om等于多少 各位 所以你第一步要做的是 l1绝对是等于1 去解Om 这个是一个比较啰嗦的数字 那一般的话你要用 反正我已经有给你很漂亮的数字 就对了 所以这里实际上算 目前这个讲义里面算出来是 你看它的做法是这样 它就先把它做 取这个绝对值等于1 算出来是大概0.446 所以等于这一点的频率是0.446 你加上了一个delay 加上一个delay 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开始旋转上去 就转上去 多了个角度是多这个角度 才会跑到180 多这角度 我说多的角度是不是就Om td td是你要算的 Om 是不是刚刚这个Om 0.446 因为当我转上去 我碰到这一点的时候 它的Om还是0.446 至于刚刚讲的 根号应该在某个地方 因为也是这样 因为这样画过去 长度是一样长 根号应该跑到这里来才对 0.446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你可以接受的 多这个delay time 所以是多了 有没有习惯的画负1 这个就是Om td Om 某个Om td 这样可以吧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你知道吗 L1的角度你应该知道吧 这个你有了 L1 j Omega 0 这个角度你知道了 这个角度是不是就这个角度 所以这个角度是不是就是 180度去减掉这个角度就好了 目前的case 应该算加了 因为这个角度应该是负角 所以应该算加这个角度 简单讲就是 你把这一点 长度1 角度你要去算 算好这个角度 还补多少 可以到180就可以了 举个例子 假设这个东西 是-150 那么这边就代表30度 我举个例子 假设我现在做起来 这个角度是120好了 那是不是代表说 这个角度就是60度 那这60度是不是告诉我 Om就是刚刚的0.446 对不对 乘上这个td 它要小于等于这个 但是它不是小于等于60度 这是要换成 因为这是进度 这是度度 这两个不能摆在一起 这时候你的td 是算出来一个upper pump 就算出来了 所以delay超过dota 就变得unstable 它的观念就是这样 其实非常简单 你从Nyquist来看的话 这个简单的妖命 不像Lubrocus 你要化简 化简完p0太多 要让你的隔音机 变得很复杂 所以以这个做例子 按照刚刚那个算法 算起来 就变成是0.222 2.09就算了 最大的delay time 就是2.09 2.09就刚好跨过这一条 刚好marginary 大于2.09 这个曲线变成蓝色的这一条 那复义跑到里面来 就unstable 以这个三接的情况 复义在外面才会stable 那刚好跨过复义这一点 就是我们这节课讲 marginary stable 那个频率就是共振的那个频率 如果在这边上就没问题 所以简单来说 要解决time delay 在那个nike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就是旋转 所以你第一步要做的事 你就是先去算 长度等于1的那个值 长度等于1解出那个ω 所以对应的这个角度也有了 这个角度有的时候 它公式应该点这样 所以你把角度带进去 π也有了 然后这个带进去 td就算出来了 目前这个case 2.09秒 2.09秒算长的了 这是三接的啦 但是你说没感觉 这数字不漂亮 真的不漂亮 我很简单我就这样 我们都觉得最简单了 你看我一定这样让你去画 对不对 你要让这个等于1 假设我这边让它45度角 这个长度要等于1 如果这里需要 因为这是1 是不是1加jω 所以我一定习惯 让这一点ω等于1 就是这ω等于1 这边我要设立成45度角 所以我这边就是 你看这个带进去就是j1 所以我这边就选一个 根号2 因为这样绝对值就等于1 所以如果你看到 我现在出了一个题目 叫什么根号2 拉ss加1 因为根号不自然 你一定写1 就是2怎么写个根号 你只要想到根号 你只要想到根号 一定s等于j1 才会有根号2 怎么搞出来 所以你猜啊 猜出来一定跟ω等于1 有关 这样你现在为什么 假设我现在出一题叫做这样 现在这l 就是等于刚号2 的s s加1 请你告诉我 它的最大time delay 是多少 按照刚刚的做法 因为这个两阶 你知道两阶 已经长这个样子 time delay 就开始会有跨过 刚开始都不会跨过 永远stable 但是你加上delay 它就有机会跨过 -1 刚刚算起来 l等于1 则ω等于1 这一题就像ω等于1 那delay呢 所以应该1乘上td 那角度呢 刚刚说1 这个角度是多少 这个是 这90度 s等于j1 这是不是45度 所以这个应该就等于45度 就等于4分子π 对不对 所以td就是 最大的td maximum 所以简单告诉你说 一个本来 像这个本来是stable 对不对 这k角度是正值 都stable 但是可能因为系统有delay的关系 即使k是正值 都会开始变得unstable 所以我们之前的分析都是在假设没有delay 有delay 有delay 世界就变了 所以lulocus只能够解决没有delay的系统 有delay的系统 你还是要回到Ninequist来帮你了 所以为什么你又要学lulocus 又要学Ninequist 对啦 那如果可以 我们这学期就先上到这里 等等 !